HELLO 大家好,今天又來到新賽季的第一天 今天是2月1日,上去看看時間是多少 看看下一個賽季的日期是多少 順便看看 我拿的方法也是進入Victory Station 然後進入級別對戰 應該是,級別對戰 我記得上次Season 2一開始的時候 新賽季開始了,變動了 單打成績大師球級9萬分 雙打到大師球級16000分 就是2月1日至3月1日 到時都是... 單打差不多時間就會打 雙打可能早一點 可能早一點 然後雙打 始終雙打變的環境可能會大一點 相比起單打 我想雙打的變化大的話 自己都難打 嗯... 是不是這個 不過在這個情況下 沒有銀行的底下 應該不會改得很多 中途吧 除非開銀行 開銀行之前就要打了大師的雙打 好,看看有什麼特別 那... 據我所知都是600BP 再加... 什麼薄荷? 是不是薄荷? 忘記了 這是什麼? 啊,金官三個 金官三個再加600BP 嘩,真的很多 我上一次那些只是用了... 一半都未夠 就是1200 用600也未夠 然後又有BP拿 所以其實都不需要擔心BP了 他有時候送的罪號是送BP 我都沒有拿到 因為罪號其實對我們... 那些罪號拿的BP數量不多 好像只有20 我沒什麼... 沒什麼興趣想拿 反而這個... 拿完之後就不想拿20那個 其實很少可會... 用到20 多數都會直接用薄荷那些 薄荷那些來改性格 或者是... 對了 好,這個賽季就拿了 今期的獎勵 加上1200BP 加上1200BP 加上6個金官 好 那現在就要再等下一期 再等下一期來打 這個... 線上對決 我看一看 還有留意著什麼時候開銀行 開銀行之前就打一打 2100BP了 2100BP 那上次應該只是用了一點 300多應該說 600 600 1200 1200 1400 應該用了不多 我想400或者500 一本都去不到 因為BP其實都... 很少可會用到 很少可會用到 基本上都是抹薄荷用 除此之外都沒有用 好 那這次的影片先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